大叔你干了多少年了 我干三十五年了 三十五年了 干了一辈子 五十五了你说的 三十五 我从五毛钱一万就开始干 五毛钱一万 八几年 都在动漏挑干了 这一块有多少斤 多少斤 有150斤 多少斤 这锅大 加辣椒 加辣椒 你尝尝尝尝 大叔那你每天几点就起来了 三点半就起来了 三点半 五点点开始买了 中午卖到什么时候 两点 咋晚上不卖呢 晚上不卖 累得不行 三点半起来 赶四点累了 便当开始卖了 晚上才卖 真不行 为什么 咋这么卖 早餐和午餐 晚上他就不卖 晚上不卖哈 干了多少年晚上就不卖 大叔不会抽烟 好 那会儿那你抹钱开的时候就说是推车卖 还是在外面摆套 对 开四楼 就是推车 嗯 大叔你真专一啊 干了三十多年 真是不容易 没撕干嘛 你玩的那么半熟 那样撕收了嘛 你知道 不不不 大叔你现在 你现在已经很有名了 知道吧 哎呀 为了商工的汉品好好干 是吧 好好干 为了生存 那咱们这生意还是可以啊 从干了这么多年 买卖可以 买卖是可以的 咱们这一天能卖多少碗 多少钱大概一天 八九千块钱 八九千块钱 没问题 没问题 对 毕竟这么多年口碑记得一下 是吧 抗天门 你要是很长一次不好 拿到门上来 就是啊 你买的口碑好 你实惠 实惠 咱们给人家俩也做 咱们就这一家店 就这一家 别的不闹 别的就闹不好 那我看到门口可以有家门啊 家门是家门 别的后备家 哦 有个在那里 有个洗大街的 他比较开的没有 也是家门好的 精心熬制出来的 精心熬制出来的 对 这个汤是很浓的 对 它们都不一样 不一样 它们是刮的 咱们都是浓的 咱们这个是浓的 不看他们 所有卖羊炸的没有这种汤 哦 意思是所有卖羊炸的 都没有你这种汤 它就没有这种 我才是穿着骨头红的药 哦 明白了 这就是区别 对 这种汤没有汤的水来了 热度也要 哦 它这个羊炸主要是汤在于 对 主要是汤了 明白了 明白了 这就是核心竞争力 这就是核心竞争力 对 这就是核心竞争力 养残骨头 冬天 哎呀 18岁刚才55 30多年 30多年 打算 搬了 搬了 伤口 你家孩子什么 不过来帮忙什么的 孩子不想干 不想干 不想干 这么好的生意 哎呀 孩子不想干 这是啥啊 羊尾 不是熬汤啊 它主要是熬汤 对 能看出来 这一碗肉很多啊 肉很多 根本三两肉了 三两 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多 辣椒了 去到这个餐看看 一会儿就能拌进去 它不到了 你看这个 哦 来 这些味道也比起 俩也比做 味道好 量大 对 性价比就高 你看你是慕名而来的 老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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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买了这么多 又是大包 量大碗 哦 你是方圆三十里 你光吃一片就不行 就不能干 最远才从的 不断藏就算了 你知道吗 最远的还有哪些地方的 最远的 最远的区域上的 最远的区 天津的跑过来还到我这吃了 就还有天津的 天津的 每天和大包都去北京了 大包 没想到 没想到还有外地的 跑这么远来过来吃 外地都磕过来 就是笨子 你不是一样 看到我说他来吃 大叔 当时卖几毛钱的时候 就是当时你十八岁 怎么想到干羊掌哥 是吧 那现在的种团就没在 我家就没在 我家的老子就干这了 就全干这了 传给你 那你家干羊掌哥挺长时间的 不止三十多年了 我干了三十多年 你干了三十多年 我管不了 厉害 在雨天的清晨 喝这样一碗羊汤 感觉特别好 量大 汤浓 肉也不少 老板能卖三十五年 是有道理的 三十五年只做一件事 我想成功是必然 朋友们 您说呢 那他们的汤浓肥 不一样吗 浓吗 对对对 浓 浓 这是我 他们的那种是挂的 这是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浓 随便喝 他也不需要咋子吃的汤 他也不需要咋子吃的汤 他也不需要咋子吃 咋子吃 咋子吃 他也不需要咋子吃 这就要是 我先吃 这就要吃 我先吃 我先吃 你吃 我先吃 你吃 我先吃